作为一位江湖人士 行走江湖 肯定少不了一件称手的兵器 这是我的兵器 我记得有一次跟你们展示过 什么叫大四季的表演 不过之前没听过的朋友 说你们没耳术也好 或者什么都行 今天你们算该着了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我的口火 不好意思啊 他就没睡了 接下来动静根了 嘴 嘴都吹唬 怎么样 厉不厉害 那么一顿鱼音绕梁 荡气会唱的音乐过后 你嘴巴肯定累了 然后需要补一下 这个时候我推荐一次 香肠 嗯 不断口感梗筋 关键是香而不腻 然后一口下去 整个人都是香肠 那么一根下去之后 我知道你肯定不饱 再来一个 还不够容断 那我们就自己做 最好能做大做强 然后上市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吃掉我的香肠 怪怪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 香肠吧 那么首先第一步 你要花巨汁 买一块实贵实贵的土花肉 并且让师傅你搅着鸡筋搅 要不然你回来做的话 在那个半时 第一步已经非常完美的 放在碗里面 第二步剩足了 二 酱油 喜欢吃胡椒的放点胡椒 因为这个肠的口味有很多东西 就根据自己的口味 你想办法就放啥 没有特别的规定 白胡椒 母香粉 有牛肉粉 最好放点牛肉粉 鸡筋 生粉 一定不要多 白糖提鲜 然后给它顺顺度搅拌 再上劲 感觉还不够 再加点 这样差不多了 调起来它会有拉丝 看到没有 就说明可以了 这个是咱们提前半小时 给它泡好的长衣 放点料酒 还很臭 这肉一粘着好了 接下来给它挂了汤 这个是挂汤的工具 第一次又没什么经验 我说实话 这还是我第一次正面接触 这个大汤 就这样给它套上 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跟那个 我发现这个工作特别适合 穿影 这边给它打得起 还是很容易的 兄弟们把专业打在工址上 把肉馅装到里面 装得满满灯灯的 见证奇迹的时刻 结束 激口 这实话 到肠子里面的东西怎么出来的 不知道 这怎么进去的 我也是今天这次 接下来用手上给它扎上 我发现这样扎好之后 响得更满满灯灯的 那么按厂里讲 这个是应该要晾一下 那你不晾 直接下锅再冲一下 还有点料酒 这个时候用牙签 或者用虫签给它冲个洞 以防止它爆炸 撇去浮沫 你可以了 现在装出来 我去 还真让我给做出来了 咱尖两个尝尝 有点油 咱们好坏 高地点试一下 要不然白萌 如果好吃的话留着自己吃 如果不好吃的话 味够 再吃 就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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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里面 不够紧实 味道要比市面上卖的稍微差了一点 但是具体差哪里 不好说 这个味道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一种肠的味道 轻轻作俗 而且刚才我在加热过程中 发门那种肠已经破了 如果说它是好吃的话就及格了 但是 谈不上很好吃 再塞在这里 这个看起来比较紧实一些 这个就比刚才稍微紧实一点 还可以 不难吃 味是有的 就是还不够紧实 我觉得亮一下 效果应该会更好 OK 咱们总结一下 我觉得这个肠肉想吃的话 还是别自己做 不管从外观还是口感 然后跟外面卖那种肠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总之还是一次很不错的 那么这视频拍摄这边 差不多就要做了 那个肠还能吃 所以